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好书法的朋友 今天我要把石头的结构组合变化 为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我先用弹幕勾 这是一种 弹幕勾完了以后 我找一个中间的颜色 然后穿插 穿完了以后再继续勾 然后勾上边的石头的顶部 再套勾石头的外轮廓 勾出一个外形 勾完外形以后 穿插里边 穿插完里边 又用重磨勾一遍 还是勾外形 然后穿插 勾的时候加点浓墨 勾出来 用重线条 勾它的顶部 一步一步的提 甚至干了以后 没画好都可以再提一遍 这是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 我们有很多人都在画 都在这么做 在这么画 把这块石头画好 那么咱们改一改 咱们改的也是勾 我们怎么勾呢 我们先勾一面 先勾一面 不勾它的外轮廓 勾它里边的一些节奏变化 然后后勾外轮廓 然后看这个机理效果 我们的机理效果 这个说法呢 在传统中国画 不这么谈 在西方绘画 在谈机理效果 但是现在我们 既然是 时代变化发展了 这种机理效果 我们不能不把它 带入中国画里面 机理效果就是 点线面的一种组合关系 一种黑白的 一种对比关系 这些点 和这块白 正好形成对比 那么这块白 绝对不许堵的 怎么办 我们只能够 在这边继续做文章 而不堵这块白 继续做文章 继续往一边加 当这边一出现 大块墨色的时候 这边的机理效果 就会 被展开了 被展开了 这时候 这块山石 它也会 出现一种 体积和层次 这边不要画 这边将来要画 我们就有 其他的笔触存在 比如说 淡墨 或者是其他的 不要出现相同的 笔触和墨色 那么现在 这里边的结构怎么办 因为里边的结构 就牵扯到村沙的方法了 在传统中国画 有很多的村法 比如披麻村 辅辟村 折袋村 荷叶村 亂柴村等等 重点用的 主要是 披批村 披批村 有大披批 大披批 大披批 有小披批 大披批小披批 无非就是表现石头 纹的层次和结构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披批村 和线去结合 以前我们是把线和披批村不结合 单勾一条线 来套住这个披批村 现在我想让大家 把这个披批村画完了以后 让它和线去组合 形成一个 我们这个里边 所出现的那种激励效果 这种激励效果 让它在画面当中 在表现的内容上 成为一种体积 一种层次变化 我觉得 把激励这样理解 比这样空洞的理解 会成为一种 更扎实的体积感 所以 这种披批村要结合 另外一个就是折代村 这种折代村 往往是画在石头的下面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我们上了一个 我先不找具体的形 先用笔 分出一个大的感觉 然后再上的补 这个补 这个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石纹 去补 去勾 少用村擦再画 而是用线条去组合 这个沟 我觉得好像是有地放尸的 您是在 那个弹幕的基础上是感觉 画面的石头结构 三十的结构 三十的明暗变化 你这个线条可能就利用了刚才一点弹幕 可能利用了一个弹幕的边 可能把弹幕套在里边了 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利用这个弹幕 重新又开始了新的线条组合 但是总之 这样的沟 我这块大漠就在石头里边本身存在 这样画好像还省力 好像还容易出效果 传统山水画表现的过程当中 这个山水画的沟村点 中的这个点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它可以把很多山石的层次 树木 以至于石和石之间的这种结构 给它点出来 那么这个点除了点在现在我点的这个阴阳面上 还可以直接点在空白上 大家看 我点在空白上 点在空白上以后 我根据这个点 我去想如果下边是一条线 有一石纹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样 它应该是这样 这个又是采取了一个 后勾 鲜点的办法 上面就可以采取点 弹幕的方法 通过渲染 这个地方就可以这样去 不画了 不画了 通过大面积的孙仓 来表现 石头的结构 和它的明暗关系 而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有 右边如果有了 这边就要空白 不要有 这是为了一种不对称 也是一种虚实变化 这边可以继续有存仓 原来保持最初第一笔的存仓 始终到现在还是有的 利用我们那个破墨的办法 这还可以破开 可以打开 但是这个打开 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变化 我们在春擦的时候 可以用这一支春擦的笔的侧风 来勾一些激励效果 点春擦 这个擦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笔封破开 再上去点去擦 这都可以 方法很多 都是为了表现石头擦完了 擦到这里大家看到 然后顺势我们用笔去勾它 一勾 又是一个石面 石头的面出来了 很好的一个石面 比我们先勾后擦 可能效果更会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画山石的一些小的方法和技巧 它可能成为您画山水画当中的 一个小的局部 也可能在您绘画当中 利用了我这讲的这些手法 使您的画比墨更加有情趣 更加丰富 而且效果会更加好